這一節我們來講一下 瀏覽器有三種,其實不只三種,就是比較常用的 有三種,譬如說我現在用的這個是Chrome Chrome,就是Google的瀏覽器 chrome Chrome瀏覽器 你搜尋這個chrome Chrome瀏覽器,你就按第一個就可以了 Google的Chrome瀏覽器 然後你去下載安裝一下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使用IE IE就是這個 IE就是這個 Internet Explorer,就是微軟本身內建的IE 那或者是你是用Mac電腦的話 你就是內建Safari的瀏覽器 那如果你是Windows,就是內建IE瀏覽器 那我會建議你就搜尋Chrome 去下載一下Chrome瀏覽器,把它安裝起來 Chrome瀏覽器安裝起來 那再安裝第二種,叫做Firefox Fire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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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個下載Firefox 第一個 免費下載 因為我本身已經移除掉了 所以我再裝一次,免費下載 然後它就有一個下載檔案 要先下載一下 存檔一下 然後開始下載 然後把它安裝起來 這邊已經有了 安裝起來 執行安裝 安裝 不要預設 我目前是預設Chrome瀏覽器當預設的 所以Firefox 安裝 那為什麼我們要安裝多個瀏覽器 就是我們要做測試 有時候你在使用某些軟體 某些網站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個 假設Chrome出問題的時候 那你至少還有原本的這個IE瀏覽器 IE瀏覽器我會把它打開好了 IE瀏覽器 那假設你IE瀏覽器測試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是使用Chrome瀏覽器 或者還有一個Firefox瀏覽器 那三種瀏覽器你都去測試 Firefox裝好在這邊 把它點開 好這就是Firefox瀏覽器 那有這三種瀏覽器的話 你才能夠去測試一下說 現在到底是哪一個瀏覽器出問題 不然有時候你發現 這個網站有問題 然後到底是誰的問題你搞不清楚 那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做 做那個網路行銷會遇到很多問題 會遇到很多軟體 會遇到很多軟體 那每一種軟體 你都要去釐清 到底是哪一個軟體出事 到底是誰的責任 到底是誰的責任 那比如說這個是Chrome 這個是Chrome瀏覽器 這個是Firefox瀏覽器 這個是IE瀏覽器 三種瀏覽器不一樣 三種瀏覽器不一樣 那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這個IE瀏覽器 有很多我們國內的銀行 它都要我們用IE瀏覽器 微軟內建瀏覽器 當然現在比較好一點的就是 有很多銀行已經開始支援 像Chrome瀏覽器 或Firefox瀏覽器 都同時可以支援 那其實 但是有一些銀行 它還是只支援這個IE瀏覽器 因為他們要加密就是HTTPS 然後還要你下載什麼東西 那個金鑰 反正就是要加密的金鑰 安全性的問題 那他們只支援那個IE瀏覽器 有一些銀行 一定要IE瀏覽器 所以IE瀏覽器你 你不得不用 如果你是Windows的話 本身就是IE瀏覽器 所以你也沒有必要把它移除 那其實我也不曉得怎麼移除 反正就留著就對了 那Chrome瀏覽器 偶爾有時候出現問題 偶爾比較少 那Firefox呢 也是 早期還沒有Chrome的時候 我都是用IE加上Firefox 去針對出問題的狀況的時候 兩個去交叉比對 找出問題點 有時候不是網站本身的問題 是瀏覽器的問題 所以你要至少安裝 這三種瀏覽器 你可以去互相做比較 在出問題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今天講 架網站 那我們講Web.ly架網站 那你用這個IE瀏覽器 你發現 有些功能怎麼拖拉 會出問題 那你就要用Chrome去弄看看 Chrome沒問題 那你就會知道 是這個IE瀏覽器 它本身可能不支援它的某些功能 譬如說JavaScript 有一些功能之類的 然後 如果Chrome瀏覽器出問題 那你至少用Firefox去看一下 有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用不同瀏覽器去做交叉比對 找出問題 那第二個 第二個還有一個 一個是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 銀行 有些銀行是一定要IE瀏覽器 這是第二個 就是某些瀏覽器才能夠使用限定 那你沒辦法 沒辦法 就一定要用它 第三個 就是你的帳號 如果是不同瀏覽器 你就可以用不同的帳號去登入 比如說 Facebook 我這個Facebook 是我這個劉胖域這個帳號 劉胖域這個帳號 那我在 Firefox瀏覽器呢 我也可以登入Facebook 但是我可以用其他帳號去登入 我可以用其他帳號去登入 因為 你不同瀏覽器 你就可以用其他帳號去登入 比如說 我去登入我的第二個帳號 好 這就是我的第二個帳號 代盟 那你看 我同一台電腦 我左邊 這個 Chrome瀏覽器 我是這個 留放一帳號 然後 同一台電腦 可是另外一個瀏覽器 我就可以用另外一個帳號去登入 那 假設你有三個帳號 你是不是可以在第三個 瀏覽器用第三個帳號去登入 對不對 那 你如果 沒有切換不同瀏覽器的話 你就很難去 運作一些 運作一些方法 去做網路行銷 那 其實我 我有多個帳號 其實我沒有很多帳號 我頂多就只有三個 但是我的 其他帳號其實 我並不是用來做一些什麼 亂貼廣告的功能 的那個 的那個 廣告行為 而是 我必須要去做 保護自己的動作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有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的那個 譬如說我的 粉絲團 或者是我的社團 像我的社團 我都會有兩個管理員 這邊 這是我的社團 網路行銷 藍籃包社團 然後在成員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的管理員 這管理員有三個 你看 劉芳玉 劉戴蒙 這都是我自己 劉爸爸 這三個帳號都是我自己 為什麼 萬一你今天 如果只有一個帳號的話 萬一這個帳號 剛好被臉書給停用怎麼辦 有時候臉書 莫名其妙幫你停用 可能你觸犯他某些規定 可是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就觸犯到他的規定 那你可能被停用 你停用的話 你這個粉絲團 或者是你的社團 這個是社團 那你只有一個管理員 你又被停用 你就沒有辦法登入 就沒有辦法去做管理的動作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粉絲團也是 粉絲團 也是可以有多個管理員 所以 我為什麼會有三個帳號 就是 我要多個管理員去管理 萬一哪個帳號掛點的話 我其他帳號至少還可以進去救回來 進去做管理 好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三個重點 所以你一定要有 最好一定要有三個瀏覽器 三個不同的瀏覽器去做運作 好 那等一下 我們再來講 開始來講那個 Webly 駕站系統 如果 今天為什麼要先講這個呢 就是 萬一Webly的駕站系統 你發現 你其中一個瀏覽器操作起來怪怪的 你可以交叉比對一下 用另外一個瀏覽器來操作看看 好嗎 OK 就先到這邊 先到這邊